方言,对不起,你是好人,但我们不合适 我无所屌位 我知道你人很好,但是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 我不想跟你全家挤在一个破房子里面 我想要的生活你给不了 你怎么知道我永远都会这样 也许接下来我会晋级呢 你的对手是李文海 他的父亲是文海娱乐的董事长 前八强的位置 文海娱乐已经预定了 方言,现实是很残酷的 你的音乐之路也将会到此为止了 飞在天上的不一定是龙 也有可能是屌人 我知道你和李文海关系不简单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好聚好散 方言,接下来你可能会输了 李海文那边请来了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没有意外的话 你会直播十六强 嗯,谢谢提醒,我知道了 不要抱怨太多 这个社会本来不公平 我看好你好好加油吧 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善良的人吧 恭喜宿主 世界改造完成 下面本系统将与宿主融合 世界改造,系统,什么意思 融合完毕,宿主再见 天无绝人之路 看来上天都在帮我 八强晋级赛的规则很简单 双方各唱一首歌 然后交给评委导师点评 评分高的可以晋级 接下来 让我们邀请下一组歌手登台 李海文先生 方言先生 没有想到你还敢来 真是不识趣的家伙 看来杨艳昨天的话 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原来文海娱乐的太子爷 喜欢二手货呀 难怪知道杨艳昨天找过我 臭小子 你别得意 音乐人赵伟文老师 为我量身定制了歌曲 待会看你有什么脸面下台 好的 接下来先请李海文先生 为我们带来他的歌曲 观众朋友们好 评委老师好 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天不怕地不怕 是音乐人赵伟文老师 为我量身定制的歌曲 请大家欣赏 这赵伟文老师的歌 那质量应该不差了 废话 赵伟文老师可是目前 最火的音乐人之一啊 看来这李海文要赢啊 赵伟文老师的曲子 跟李海文你的嗓子 简直就是绝配了 这首歌听着非常动人心弦 我给你九分 赵伟文的音乐不错 至于你的唱法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的唱功很烂 只能给你七分 有五分是赵伟文的 钱要如这个老家伙 没办法买通 不过有那三个就已经足够了 平均分也有八点五分了 各位导师 观众们你们好 接下来我想唱的这首歌名叫 海阔天空 是一首励志歌曲 原来我只一生不记忽 从天爱之游 也会说有一天 每年都开我 会庆祝理想 谁人都可以 也会说有一天 只你共我 我的天 这首歌有点人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歌曲 卧槽 那个叫放野的信人有点猛啊 黑马 绝对的黑马 这才是我们华语乐坛应该有的样子 多久了 多久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了 出前要入外的三位导师 此时面如土色 歌是好歌 可是谁晋级八强已经是内定了的 这下让他们接下来怎么判 此时的方也给他们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接下来请各位导师评分 决出胜利之物 我给你十分 歌曲本身非常具有感染力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了 另外你的歌喉也让我惊艳 非常具有爆发力 所以在我看来 你的表演无可挑剔 我的观点跟前老师观点一半一半 歌是好歌 但是你的歌喉还是不太行 你已经用力过猛了 或许你没有发现这一点 你的唱功有待改进 我只能给你七分 怎么可能只有七分 假的太假了 就是潜规则的吧 这么好听竟然还说唱功不行 黑幕啊 各位请安静 我知道你们喜欢这首歌 但你们只是听众 我们是导师 我们看待问题 会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 这里面不存在什么黑幕 歌是好歌 但是唱功不行 我只能给七分 前老师 他们那个时代 也许比较讲究这样的唱法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唱功是不行了 所以方也 很遗憾 我给你八分吧 希望你的唱功回去好好改进改进 在舞台远处的杨艳神色复杂 那一刻 他真的担心方也会逆袭 可是现在 他已经不担心了 你也许不错 但可惜 命运就是命运 你注定永远无法反抗 方也 虽然你晋级失败了 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 命运它是无法达倒我的 我始终认为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果然跟当年一样 没有认过命 方也 我们好久不见 你是苏家音 他们学校没有笑话 只有一个公认的女神 就是眼前这位苏家音 自从她大意来到学校之后 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女神 她的追求者很多 但是始终都让人有种仪式而独立的感觉 虽然你落选了 但是在我心里 你的这首歌才是最优秀的 对了 你女朋友杨燕呢 赛前分手了 这样啊 苏家音一听 眼神之中流露出几分喜悦 看来当年的事情 你真的忘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既然你还是以前那个你 那么 我会慢慢追到你的 你是苏家音 你好 杨燕 你 你好 你认识我 杨燕有些惊讶 像苏家音这种人 不应该知道她的 当然认识 其实我是来谢谢你的 谢谢我 是什么意思 杨燕一时间有些猛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放弃了她 她是谁 难道是方言 不可能 方言那种人 苏家音绝对看不上的 方言 我可找了你挺久啊 不过没有想到 你的条件竟然会是这样艰苦 没什么 我相信一切都会改变的 年轻人有志气 不过昨天很抱歉 我没能帮到你 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机会留给你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机会 什么机会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家娱乐公司 现在还需要音乐人 你的才华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邀请你过去 当然你可以放心 去到之后 你会有底心 需要你做的事情 一般也就是写一写歌 或者唱唱歌 其他的自主权在你手上 可我现在还在读书 那你可以暂时兼职着 我就是看到了你的才华 不忍心这样让的浪费了 当然 去不去还是随便你的 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想好之后再联系我 好的 我会认真思考的 第二天 星期一到了 方爷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前往学校了 来到班上的时候 他感觉到有不少奇怪的目光 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哟 那不是方爷吗 听说你被李少淘汰了 这不是正常吗 李少可是正儿八经的娱乐犬人 哪里跟他一样的野路子 听说连他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 真可怜 那是他女朋友终于开眼了 这种人不值得依赖 你们说够了没 天天在这幸灾乐祸的烦不烦了 方爷起码有胆子上去 你们敢吗 就在这时 杨燕和李文海走了进来 哟 这不是杨燕吗 现在成了方爷的前女友了 我跟他没有关系了 请你们注意一下称呼 不错 杨燕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 一个小小的癞蛤蟆 还想吃什么天鹅肉 可怜啊 连女朋友都跑气他了 这就是现实吧 跟李绍比他不行啊 谁说方爷没有女朋友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他的女朋友了 卧槽 竟然是苏佳音 天呐 苏佳音竟然会来我们版级 我不是在做梦吗 他刚刚说什么 他是方爷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 我一定是耳朵出问题了 苏佳音那种天上仙女 怎么可能看得上方爷这种人 这怎么可能 苏佳音这种女神 我都得不到 方爷这种穷小子 凭什么就能够得到 杨燕心情十分复杂 他想起了昨天下午 苏佳音对他说的话 谢谢你放弃了优秀的他 那个他竟然是指方爷 那场比赛我看了 方爷同学的音乐水平 真的很高 没有晋级 只是导师没有眼光 所以方爷同学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天天听你唱歌呢 可以吗 这句话如同核弹一样 直接在班级里面引爆了 怎么又是他 他怎么老想着纠缠我 女人就是我赚钱的绊脚石 如果可以 请不要打扰我赚钱 好吧 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哦 你怎么不答应啊 那可是苏佳音啊 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带龙国音乐交流平台起个ID吧 干脆就叫小鲤鱼好了 自己的野字拆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龙国音乐交流平台 是龙国音乐协会官方的一个平台 这里活跃了无数的音乐人 他们在平台注册账号 售卖歌曲 线上交易 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标题才行 不然没法脱颖而出 有了 就这样写 震惊 天后深夜摸入我的房间 竟然是为了和我约 此处省略五千字 结尾 天不声我小鲤鱼 乐坛万古如长夜 要歌请留言 该死的周一栋 什么时候去嫖娼不好 偏偏在这种接骨眼的时候去 而且还出了事 刘培峰 古装电视剧鸳鸯之恋的导演 周一栋唱的那首主题曲 现在不能用了 我找了几个著名的音乐人 但是他们邀约太多了 我们排队的话 根本就来不及 刘导 要不试试也生音乐人吧 音乐平台有两类音乐人 一类是专职音乐人 刘大威认证的实力派 还有一类是兼职音乐人 也就是所谓的野生音乐人 这里面质量参差不齐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找到精品 那也只能试试了 咦 这是什么帖子 爆料 天后晚上 居然摸进我的房间 显布上我小鲤鱼 乐坛万古如长夜 嚎啸账的语气 卧槽 这他们什么玩意啊 我冲着标题进来的 就这 失望 我裤子都脱了 狗作者竟然给我看这些 最后那一句也太猖狂了吧 你小鲤鱼是哪根葱啊 不得不说 最后一句话 这得比个喇嘛 这可喜死垂妞 小鲤鱼先生 你好 我想邀哥 来钱了 而且还是一个导演 先拿下第一桶金再说 刘导你好 恭喜你发现了宝藏 我赞美你那与众不同的眼光 你需要什么歌 我想定制一首电视剧主题曲 爱情题材 以仙下为主 请问你擅长吗 只要有钱 任何语言 任何题材都没有问题 这是全能行音乐人 还是工作室 不管怎么样都好 能给我弄好一首歌就行了 顶金一千元是吧 我现在转到你的平台账号去 希望你能写出一首 让我满意的歌曲 卧槽 还真有人找小鲤鱼写歌 666啊 佩服那位人 傻钱多的大侠 不过也好试试多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有什么真材实料 一看这个小鲤鱼 就是来哗众取宠的 真正专业的音乐人 哪里会搞这种 乱七八糟的东西 等着看吧 到四后脚隔了四后 看看质量就知道了 是有八九是烂歌 不是烂歌我直播吃奥利给 说起来 之前的音乐选秀 应该都播完了吧 难道那首歌 没有什么水花吗 方言很快上网 查了一下 音乐选秀的节目 的确播出了 只是节目人气 本来就不怎么样 加上节目组的 刻意压制话题 导致那首歌没有火出去 只是偶尔有人讨论 我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访言没有紧急 他那首歌听好听点 就是啊 我觉得比李海文的 好听多了 可是怎么就没有进击呢 黑幕你们都不懂吗 很明显李海文那边 买通了节目组 让他进击了 这种小作坊 节目的选秀 本来就有很多黑幕 你们懂个屁 海阔天空是粤语歌 龙国有多少人能听懂 就一群傻子在那大吹 你就是方野吧 我是音乐梦想秀 节目组的制片人丁龙 请问有什么事吗 丁龙瞥了一眼方野的家境 心中马上有了几分底 果然是个穷鬼 那我直说了吧 方野 我们想把那首歌买下来 买下来 不错 至于价格你可以放心 我们出三万元买断这首歌 我想这三万元 对你现在这个家庭情况来说 算是一笔巨款了吧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大概是看出了这首歌的价值 想一口气买断 也顺便把后顾之忧给解决了 其实你这首歌不值三万元 毕竟是被淘汰的失败品 只不过节目组看你这么努力 也不忍心亏待了你 才给你的溢价哦 这么说 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们 不就是怕我把这首歌唱火了 然后把你们的黑幕掀开来吗 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圣人 立刻给我滚 方野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们愿意买你的歌是看得起你 你以为靠你这点小能量 能揭露什么黑幕 行行啊 你只是一个下水道的臭虫 还没有资格跟我们作对 你们可以搞黑幕 但别拿观众当傻子 咱们走着瞧 第二天一大早 方野在去学校之前 就把歌曲发给了刘裴峰 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烂格 你爱我我爱你 这能当主题曲吗 刘斗 这没办法 三天时间弄一首主题曲出来 真的太难了 就剩下一个小鲤鱼了 希望你的歌能 有你写的故事这么精彩吧 去把小鲤鱼发来的歌曲打开看看 只是我 曾这样 深爱过 一瞬间 一句拥抱 不足可逃 一问天荒 永远 我去 这次我真的捡到宝了 这部电视剧都未必能够配得上这首歌 刘裴峰只是随便试一试 没有想到 小鲤鱼居然给了他这么一个大的惊喜 真特么让我在实里逃出了金子 小鲤鱼老师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这首歌我要了 好一首一问天荒 这小鲤鱼到底是何方神圣 难道是我华语乐坛终于又复兴了吗 先出现一个方言 再出现一个小鲤鱼 此刻 钱耀如的心情还有些激动 毕竟现在华语乐坛青黄不接 一群妖魔鬼怪在作祟 作为老一辈音乐人 热爱音乐的他自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却无力回天 可现在 他却感觉看到了希望 天才 做事稳重 一个晚上就能出一首歌 说明了音乐天赋之高 值得关注 这是一首绝佳好歌 卧槽 钱老师都出现了 还亲自点评 666啊 看来小鲤鱼这首歌真是好歌啊 真的假的 钱老师没被倒号吧 这首歌在仙侠剧的主题曲里面 绝对能够排得上号 我都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没有听过这么优秀的歌曲了 大家都听一听 真的太好听了 小鲤鱼真不是吹牛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当方也拿起手机 就看到了刘培峰发来的消息 那么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了 你想选择怎么样的合同 买段这还是分成之 我现在是青铜级别 买段的话 这首歌也就五万块钱 分成的话 虽然只能拿一万块 但是后期可以分成音乐销售 而且版权还在自己手里 我选择分成 很快 他们便向平台申请了一份合同 签署完毕之后 方也这边也收到了刘培峰的转账 谢谢小李与老师 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第一桶金才赚了一万块钱而已 看来我得尽快让自己的等级升上去才行 青铜音乐人没人权啊 王者音乐人才是我的目标 不疯狂 不成魔 方也 之前我说的事情 你考虑好了吗 你的才华我真的非常欣赏 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非常欢迎你 我这里会给你最大的支持 他对方也非常重视 一个出生贫困家庭的人 却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八强的地步 他相信方也的前途不可限量 那就麻烦钱老师了 我们去公司看看嘛 方也 这位就是我的老友 也是飞翔娱乐的总裁李翔刚 我跟他一起集资开的这家公司 目前主营方面是音乐跟广告 也培养艺人 不过一直都没有两个像样的出来 比不上顶尖娱乐公司 你别介意 李总 你好 你就是老钱一直挂念着的方也帮 果然很年轻 少年英才了 方也 你出来乍到 也许会有人刁难你 遇到事情的话 你告诉我 谢谢 不过我也知道 尊重还是要靠实力来获取的 对对对 我就喜欢你骨子里的这种直爽性格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赚钱了 楼下传来这句话 把这三人直接搞懵圈了 文天王 不是我们不想赚这笔钱 只是你这定制的歌曲时间比较紧 只有这么两三天 而且难度也比较大 我们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接下来啊 文天王 你怎么来了 当年火遍整个娱乐圈的天王巨星文飞 五年前突然宣布结婚 然后暂时退运了 后来娱乐圈进入了流量时代 文飞想要付出 却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钱老师 我是来求歌的 我找了好几家公司 很多个音乐人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曲 现在离跟粉丝约定的八专期时间 没剩下几天了 所以来你们这里看看 能不能找到适合的歌 原来是这样啊 文天王想要的是怎么样的歌呢 我也说不清楚 我大概是想找回最初的状态吧 就像以前一样 可以把房子卖掉账件走天涯 这个似乎很难写 各位 如果谁能帮我写出这样的歌 我会再拿出十万元作为私人奖励 这种感觉就是我最初的梦想 再说了 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文天王 我是一个大三学生 我想试一试 你们公司也招在职大学生了 文天王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方言这孩子 音乐天赋非常不错 如果不行的话 顶金我会替你交了 哦 钱耀如的眼光向来都很高 娱乐圈里面的歌手 就没有几个能入他眼 现在居然当面夸赞一个年轻人 或许我可以试一试 方言同学是吗 如果你愿意试试看的话 我愿意支付顶金 文天王 你年轻时的故事我也听过 我现在已经有答案了 这么快 怎么想正剑走天嵩 看一看世界的繁包 年少的心中有些情侯 如今你死还未嫁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你笑脸无尊弱 爱情听到你 忘了感到烦恼 怎样每天一遍伤 找歌唱完了 文天王认为可以吗 非常好 方先生合作愉快 我原本还以为没有希望了 没想到你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让我没有在歌迷的面前食言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跟我说 这一次我可算是捡到宝了呀 你的才华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恐怖 方爷居然用一首歌 让文天王折服了 我听说已经有好几个钻石音乐人 给文天王写歌 最后都没有被采呢 没想到方爷这小子直接就成功了 老钱你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一个天才 是啊 方爷这孩子真的非常不错 如果可以的话 我打算给他多清晰一点资源 老钱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你露出这么激动的表情了 看来你这一次真的起了爱才之心 老李啊 现在咱们这娱乐圈什么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群年轻人拼命想着搞流量赚钱 有几个人能安下心来做音乐的 去年的年度榜单 你又不是不知道 根本就没两首好歌 这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人才 我可不能让他走偏了呀 说起来 我还在平台那边 发现一个叫小鲤鱼的音乐人 看看有没有办法也拉过来 你啊 永远都在操心这些东西 我们赚我们的钱就是 这和平年代 打的就是文化战争 娱乐圈是一个战场 我们不占领文化高地 他们就会占领 难道你没发现 内娱已经变位了吗 当一首英文歌拿下话语金曲奖的时候 我就已经明白了 好了好了 未来会怎么样 咱们先不去想 看看七月的榜单之争再说吧 那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到时候也让他参加吧 看看能不能拿下一个好的开场 七月榜单争夺 我记得没错的话 文海娱乐好像是 请了钻石音乐人坐镇 准备给李海文开导 不要再让寒流越来越嚣张了 滑流才是最了的 大家上交上来的听后敢作业 我都看了 有人把作品分析得非常到位 而有些人简直就是一顿胡扯 方野你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 其他学生文言都一脸惊恶 今天什么情况 方野这家伙虽然穷 可是在班级里面 一直都属于学霸一样的存在 现在居然第一个被点名批评了 你说说你这是怎么想的 小鲤鱼老师的写歌背景 只是因为贫穷想赚钱 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理由来 笑死我了 还真以为所有人 都跟他一样是穷鬼吗 这就叫四维的局限性 一个穷鬼 永远都想不到 别人不缺钱的样子 做什么都得从前出发 用俗 小鲤鱼老师的歌这么好 你看就是一个文豪 结果被他说得这么低俗 真是晦气 我看他的艳丽也就只剩下欠楼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艺术 小鲤鱼老师的硬小艺术 歇格艺术 根本就不是他这样的人能够明白的 行了行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方爷 这光后赶紧拿回去好好修改吧 改好之后再交给我 我就不明白了 方爷这穷小子 要啥没啥 肃家印怎么会看上他呢 就是 这小子还敢在父亲节晚会 唱一首和李少同名的歌曲 无所谓了 反正后天就是父亲节晚会来了 歌曲同名不尴尬 谁才谁才尴尬 我已经找到了一位钻石音乐人 帮忙写歌 到那一天 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是全场最耀眼的那一个 我会让苏家印认清楚她的面目 还在这挣扎吗 方爷 要不赶紧跟主持人说你肚子不舒服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点 不然等会我上台了 打击到你的自信心就不好了 不知道是怎么打击呢 就跟上个周末一样 得联合一群导师来打击是吗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位公认的校园女神 为什么会对方也情有独钟 等会就会见分晓了 希望你还能这么淡定 他这么说你 你不生气 其实如果你想回到那个舞台的话 我可以帮你的 看来他的背景不比李海文差 没有必要 对了 这是网络直播吧 是的 每年我们月省音乐学院的晚会 都是网络直播形式面对大众 你也知道的 毕竟都需要曝光率 各位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今天晚上 我们月省音乐学院举办的父亲节晚会 跟大家一起感恩父亲 大家好 我是李海文 这首歌是我特地型钻石音乐人赵伟文老师跟我合作创作的 现在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各位老师 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叫做父亲 是来跟我炫耀的吗 这一次你赢了 不过依然不能改变什么 方野的直接离开 那种不屑的表情 让李海文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你得以什么 不过是一首歌而已 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这样就能拉回来的 想到自己拥有的背景 再对比方野 他心中才有了几分安慰 几天后 这首歌被推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 而方野这个名字也开始慢慢地展露头角 不过没多久之后突然有人挖出了选秀上的海阔天空 这没想到居然还有一首海阔天空 我以为方野这首歌会晋级的 怎么没晋级 就是啊 我他们都猛了 那几个导师是不是眼瞎了 只有钱老师给晋级了 真的 这首歌里面我看到了方野同学面对命运不低头的决心 真的打动我 这种歌都不能晋级 除了黑幕 我还能说什么 小姐 方先生的那首父亲已经彻底在网上发酵 冲上热搜了 另外一首歌的黑幕也已经被拉出来了 嗯 辛苦你了 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直接的帮助 但是这样你就不知道了 要不我们再让他回来唱一首歌 反正我认为他不可能每首歌都这么好 到时候再淘汰了就是 也可以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坚决不行 丁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吗 想到那天方野对自己一脸不屑的那一幕 丁龙心中就非常不爽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点手段 如果他还不识好歹的话 我想对于他那种没有背景的穷小子来说 不能毕业 足以要他的命了吧 直属为样 这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啊 不能毕业 等于直接把人的前途彻底断送了 有什么所谓 他是死事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让我去请他回来 坚决不可能 在上课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 过几天 也就是星期天晚上 学校有一个父亲节晚会 目前我们班上 李海文已经报名了 还有谁愿意报名的请举手 方爷也有兴趣 李文海你想干嘛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苏佳音说方爷的音乐水平很高 既然这样 方爷你也应该为了班级 参加这一场晚会 发挥你的集体荣誉感 大家说是不是 就是你这么厉害不参加就浪费了 连老师都看老眼的人 干嘛不去展示展示才华 看看苏佳音选中的天才 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老师也看破了他们的目的 这需要方爷同学自己决定 我们班级不接受道德绑架 不就是想当众打我的脸 让苏佳音知道自己看错人了吗 那好 我也报名参加 我想他的一首歌 和李文海报的同名 也叫做《货姐》 同名不可怕 谁来谁尴尬 方爷 我全都明白了 你心急可真身啊 我以为我是猎人 没想到你才是 他以为是自己在给方爷下套 没想到却是方爷 借着晚会当踏板 直接让这件事情引爆了 此刻他的微博下边 还有一群人在骂他 是你借不住人 在这生问气有什么用 谁说我不入他了 他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 我给你安排钻石音乐人坐镇 七月的新人榜单 让所有人闭嘴 记住 失败者不配被人铭记 只要你拿下七月新人榜单 质疑就会慢慢消失 臭虫依然会呆在下水道 方爷 我会很快告诉你 不管你做什么 也改变不了你的命运 方爷 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商讨 认为你当初的那首歌 还有机会晋级 所以我们破例让你回来 直接参加半决赛 希望你好好把握 本来他的确不想过来的 但是昨晚的舆论发酵 已经直接压到头上来了 他也没有想到 原本没有被他放在心上的年轻人 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麻烦 这是你们对我的施舍吗 你什么意思 我看看 是昨天晚上那首歌在网上火了 舆论给你们带来了压力 所以你们才不得不回头找我的吧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 据我所知 你爸应该重病住院了吧 现在你很需要钱吧 这一次是我们给了你机会 虽然我穷 不过也没有卑卑到跟狗一样听话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跟我们翻脸的后果是什么吗 没兴趣知道 现在你可以滚了 真以为自己火了两首歌 就可以猖狂了吗 简直是鼠目寸光 你会为你所做的决定而后悔的 刘老师 你选好代替我们学校 参加暑假国际高校青年钢琴赛的学生了吗 秦教授 我们目前还在选拔当中 参加的学生有很多 不过这一次毕竟是国际高校大赛 我们还是需要选出最拔尖的学生才行 唉 恐怕我们又得原地踏步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外的名校把名字拿走 秦教授您放心 我会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参赛的 而此时突然有一阵音乐声传来 谁在弹节这曲子 为什么我好像从未听过 我们过去看看吧 人呢怎么不见了 难道走了吗 监控 我们课室应该有监控吧 今天学校的监控全部维护 卧槽 算了算了 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他的 这种天才 总有一天会绽放出光芒的 刘老师 你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找一找 刘轩 欢迎你回来 也恭喜你在全国钢琴竞赛上 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 谢谢老师的赢机 不过很抱歉 我还是没能击败他们两个人 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要再去在意这些东西了 接下来好好稳定一下心态 准备一下暑假要来的国际大学生钢琴赛吧 我知道了 那老师我先走了 我要去找一下佳音 有件事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在你去比赛期间 苏佳音已经有了个非文男朋友 我知道这件事瞒不住的 与其别人和你说 倒不如我现在就告诉你 老师 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听别的老师顺口说的 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才离开半个月 他怎么就有了非文男友 你们年轻人的感情我不懂 不过你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不然钢琴大赛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小姑 给你介绍一下 她叫方野 是我学校的同学 也是我这次比赛找的搭档 方野 这是我的小姑姑苏柔 同时也是我的经纪人 你叫柔姨就行了 苏佳音 你是几个意思啊 你看我很老吗 我今年才33好吧 叫我柔姐就行了 柔姐 柔哪里 佳音 这次比赛可能有点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你就不能直接说 你这一次的八强之战 听说你的对手 请了一个一线歌手来助阵 你找的这搭档 我感觉可能不太行吧 我靠 看不起谁呢 一线歌手 难道又是我爸吗 我看很有可能 你也知道我哥就是这样的人 老古董 十股不化 平时我带两个艺人 他都要看一看 更别说你亲自下场了 其实你跟他的这一场打赌 一直都没有胜算 他就是那样的人 我现在能走到哪里算哪里 我不想跟他妥协 也许这一次你就会失败了 要不我再尝试着帮你找找看 或者联系两个一线歌手 好了小姑 这个事情你不用操心了 我有方野同学就足够了 方野在离开了苏家英别墅之后 并没有马上回家 而是来到了秦房 如果苏家英拿不下冠军的话 那将会直接被他父亲送出国外留学 难道命运真的不可逆 其实每个人生下来 一切都已经是注定了的 不管你多努力 都永远别想改变 哼 刘轩的声音打破了方野的沉思 一个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 无法被改变 我高中是在国外长大的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很多所谓反抗命运的故事 只不过那些人基本上都是惨淡收场的 离开佳音 你配不上他的 我只知道如果哪一天你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了 那么你就有权利站起来 争取更好的生活 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被命运压迫 而是你就此认命 还有就是你的钢琴弹得不错 但是缺少了灵性 也许正是因为你太过迷信既定的命运 或者说既定的规则 刘轩此刻如遭雷击 他知道这次都情书了 而且还是输给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 封印 真是一个有趣的小子 怎么 你难道又打算插手 苏维山我可要告诉你 如果你再这样步步紧逼的话 女儿可是会来找你翻脸的 放心 我不会插手的 不过是两个小朋友在玩泥巴巴 不插手 呵呵 你真是说的好听 是谁不允许任何歌手跟佳音合作的 又是谁把佳音的版权都断掉的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佳音进入娱乐圈 有你的保护 有谁敢打他的主意 傅道人家懂什么 娱乐圈是一个深渊 里面充满了诱惑 各种利益都在交织着 就算是我 在这深渊面前 也只是一个小角色 我可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一步步走到黑 既然这样 你何必跟她打赌 我只是想让她彻底放弃 那可笑的梦想罢了 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我为她安排好的路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我也是为了女儿好啊 如果她赢了呢 你是不是依然会强行将她送出去 她赢不了的 谁也没有办法抵抗命运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苏佳音这一次的对手是张维丸 虽然她唱功一般 可是她邀请到了张清宇助战 听说苏佳音这边谁都没有邀请到啊 没有一千个手愿意给苏佳音助战就罢了 而且苏佳音连一手好歌赌没拿到 这一次我感觉有点悬了啊 可惜了我的女神 要止步八强这里了 佳音刚刚你妈打电话给我 说你爸他们应该就在现场 她是来看我输掉这场比赛 然后准备接我回去的吧 我那个哥哥就是这么任性 方爷 佳音 你们可要加油了 使劲打擦脸 实锤了 这百分百是亲妹妹 我会尽量让她失望的 让我们恭喜张梅文 总分获得了16.5分的好成绩 接下来就看她的对手苏佳音的表现了 有片花燃 是你最美的记号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干好 小酒瓶 小酒我长肩膀 迷人的无可救押 放满了 不走 感觉像是何最早 终于找到 只有练细的美 是平分9.5分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高平分 也是这一场音乐大乱动产生的最高分 恭喜佳音 方爷组合竞技四强 你就是方爷吧 我们聊一聊怎么样 你来带什么 苏卫山没有回答苏佳音的问题 而是看着方爷 我在外边等你 方爷 记住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好的 我记住了 大哥也太过分了 他多半是想让方爷不要再帮你了 他是想强行安排我的命运 如果方爷还帮我的话 他可能会找出先要音乐人 甚至是王者音乐人来拦着 我这辈子 难道只能任由他摆布了吗 这是一百万 你拿走他 然后永远消失在我女儿面前 娱乐圈是一个大人 我并不希望他跑进去 这一百万当作你这次帮他的酬劳 我知道你家里穷 这一百万足以改变你们三代人的命运 佳音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的这种爱太强势了 他只会觉得难以呼吸 你没有当过父亲 当然不知道我的感受 现在你只需要照我说的驱坐就行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家里很穷 就认为我在这一百万面前 我一定会动心 然后听从你的安排是吗 难道不是吗 我答应过佳音会帮他晋级 所以很抱歉 我不可能失言 老实说 像你这样不认命的年轻人 我见过不止一个 只可惜最后他们都会向命运低头 没有一个例外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命运是什么 你可能对于芳叶这个挂宾一无所知 有没有照我说的去做 如果我说有 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办 这有什么 大不了我再去收一点歌 然后再去拼一拼 实在不行的话我就逃跑 大不了我就去当第二个零碗鱼 我要的生活一定是我自己想要的 我的人生才不要被他安排 让芳叶没想到的是 苏家印最大的敌人居然是自己的父亲啊 放心吧 我没有答应他 接下来我会跟你走下去 直到你拿下冠军 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会做到 但是按照规则 八进四合四接二的比赛 一位助战歌手只能上场一次 四强选手已选出 我们这一期音乐大乱都正式结 等一下 请问芳叶同学 请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 节目组是不是有一个特殊挑战 叫做导师挑战 我想试试看挑战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的天 我没有听错吧 他居然想要那个挑战 导师挑战是什么 相当于是一个嘉宾复活挑战 节目组规定 如果助战嘉宾还想继续参加下一轮的话 就需要通过导师挑战重新进场 而且要每位导师评出九分以上的成绩 才算挑战成功 芳叶同学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要发起导师挑战 不错 我要发起导师挑战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你要唱什么歌呢 我这个人不相信命运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歌曲 叫做红日 这首红日也是听得我热血沸腾啊 思维导师也同时给出了十分的满分成绩 祝贺方也成功通过导师考核 怎么看 嘉宾好像没有跟你想的一样 只不八强哦 现在他已经进入四强了 你还想拦着他吗 小孩子的游戏也该结束了 帮我联系一下秦政 秦天王 另外再给我找一个王者音乐人 如果找不到 那就找星尔音乐人吧 苏维山你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你这么做会让女儿伤心的 我不想他以后更加伤心而已 你们不会明白我的苦心 原谅我爸嘉宾 我只是不想当年的事情 再在你的身上发生一臂 希望以后你会懂我 苏维山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惜他遇上了方也这个挂臂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方也这小子没钱没背景 凭什么每次都能上热搜 现在生气 有什么意义 可是爸 他已经占据六月的榜单了啊 发生的事实已经没办法改变了 你现在的对手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只会是你的垫脚石罢了 如果你连他都跨不过 以后我怎么放心吧 把文海娱乐交给你 哦 爸你说的对 是我的格局小了 李文海你好 我是张扬 很荣幸在总决赛上作为你的对手 呵呵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很狂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狂 实力摆在眼前 很难让我低调 李少年放心 这一届的音乐选秀总冠军 绝对是赢 那就麻烦导演了 不麻烦不麻烦 毕竟您父亲给的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冠军赛 李海文选手对战张扬选手 现在有请两位选手登上决赛舞台 大家好 我是张扬 我今天带来的歌曲叫做好热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好 我是李文海 我今天带来的歌曲叫做爬电线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对不起张扬 我喜欢李文海 可能张扬站在台上唱歌的话 我自己觉得他也不会很舒服 嗓门大不就代表是高音 所以我选李文海 呵呵 按一次绿灯 节目组给五十万 不按的话就私下搞你 妙小妖风大 我钱要如从现在开始 正式退出音乐选秀节目 从此不再担任导师师傅 垃圾 这就是冠军赛的实力 方野同学调打你们两个好啊 什么破节目组 就你们这水平 还有勇气把放野同学淘汰 活该你们手势率扑解 李海文就是淘汰了 方野同学的那个歌手吧 其他三个导师都是瞎子吧 钱要如导师推出的好 这种垃圾节目都是满满的黑幕 靠 这种垃圾节目怎么活下来的 李海文唱歌太难听了吧 杨燕看到这些评论 脸上像是双打的茄子 水军 他们都是方野买来的水军 来报复的 好像不是吧 这里面还有不少都是平台的大会员 水军也太舍得下本了吧 嘿嘿 我什么都没有说 不要在意我 我什么都没说 看着这些刷屏 杨燕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刚刚才跟室友得瑟玩李文海 现在却惨遭打脸 让我们恭喜李海文选手 获得我们本次音乐选秀的冠军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事情 接下来 只需要在下个月的榜单之争里面 把方野踩下去就行了 海文 我们现在这一场音乐选秀是直播的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也有很多 你会不会有什么感谢的话语 想对正在看直播的歌迷们说呢 当然 我有很多话想说 好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把直播间导入大屏幕 让我们的冠军与歌迷们进行一场互动 大家有问题的 可以发在直播间上 可能是后台的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好 请各位稍等片刻 搞什么 你们怎么还不投屏 丁 丁先生 不是我们不想投 只是 几个工作人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敢开口了 毕竟丁龙现在还不知道直播间都是骂声 只是什么 你们一个个都是一群废物 我花这么多钱 让你们来这里是干嘛的 赶紧给我投上去 不然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别想拿了 真是一群废物 关键时刻给我闹腰恶子 节目结束后赶紧给我滚蛋 怎么办 哼 他都这么骂我们了 难道我们还惯着他不成 他这么想看的话就马上投 反正节目结束后我们就要走人了 说完之后 一个负责人直接点击了投屏按钮 好 看来工作人员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海文 接下来 你可以看看要回答哪些直播间歌迷的问题 垃圾节目组 垃圾冠军 跟芳叶同学不是一个层次的 给芳叶同学出头来了 垃圾节目组赶紧倒闭 冠军 就这 就这 也好意思淘汰芳叶同学 这就是冠军之战 我怎么就听到鬼哭狼嚎呢 李海文 垃圾 不配跟芳叶同学相提并论 一个又一个的刷屏出现在大荧幕上 李海文的脸色顿时就铁青无比 看来好像是直播间数据出了点什么问题 我看我们还是先把投屏关掉吧 工作人员 麻烦先关掉 说起来还真的好怀念芳叶同学啊 是啊 上个星期那时候海阔天空太燃料 搞到后来那些个我都挺不下去了 节目组的潜规则 大家懂得都懂 是啊 李海文哪里能跟芳叶同学比啊 议论声越来越多 李海文听得脸上青筋都要爆出来了 怎么还没关啊 后台 后台 主持人也尴尬 连续喊了好几次 投屏才算是结束了 意外 意外 大家请不要放在心上 那么现在 有请海文为我们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是靠实力走到这一步的 不信的话 让芳叶七月跟我PK音乐榜 我会用实力证明我自己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要你们投上去 你们不会审核内容的吗 你们他们是猪吗 到底干什么吃的 是丁龙制片人让我们投的 他还不听我们解释 你要找就找他 客娘的 什么破节目 收视率没多少 架子倒是有不少 老子不干了 就是 妙小妖风大 老子也不干了 你们 你们 直播事故 妥妥的直播事故 时尚最大翻车现场 第二天歌迷为芳叶出头 直接上了热搜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活该 垃圾节目早点凉嘛 就是 就你们观景的质量 能跟芳叶同学比 还淘汰了海阔天空 你们咋不上天呢 玩不起就别玩 还搞潜规则 垃圾 别说你们没搞 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在现场 李海门当场摔了麦克风 还想挑战芳叶同学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 文海娱乐的太子也就很牛逼了嘛 哈哈 七月要跟芳叶同学争吧 来来来 我看看你能争出什么牛吗 无数网友争相嘲讽 这一届的音乐选秀 名声几乎已经完全烂掉了 无数网友争相嘲讽 加上节目组工作人员集体离职 这一届的音乐选秀 名声几乎烂掉了 丁龙 看看你干的好事 这下你要怎么负责 我 我也没有想到 没想到 呵呵 当初我让你去把芳叶请回来 结果你说什么 一个芳叶成不了气候 现在呢 怎么会这样 他明明只是一个小人物啊 事情发展到了现在 说钱宝吉的事情肯定瞒不住了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去自首 然后在里面待几年 要么承担这件事的所有损失 你这是让我一个人背起全部的锅啊 我们可是一起共事了十年 娱乐圈打胆琴牌 丁龙你真的很愚蠢 你怎么了 看到我就打喷嚏了 难道你嫌弃我 没有没有 只是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嘿 佳莹 你是佳莹吗 你是卡尔 你不是在漂亮国吗 怎么跑这来了 佳莹 你忙着了吗 我跟有几位在你们国家 去英国旗大王上刚进去了 我已经地址过来了 人比雷又辛苦苦你 你遇到来好吗 我想死你了 这位西商你好 我名字叫卡尔 是漂亮国家 在英语和语和上 请问你是 快帮帮我 这家伙的老爸 跟我爸有生意来往 第一次见到 我就开始死缠烂打 烦死了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可以听谁学吗 你好 我叫方言 英文名叫爷爷 所以你叫我爷爷就好 呀呀 这个英文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过 这家伙的钢琴很强吗 嗯 他在漂亮国民校 老师理查尔 还是著名钢琴家 据说也是我们国家这一次钢琴赛的强敌 呀呀 有事吗 你跟家英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们不说这个了 对了 卡尔 我听说你的钢琴很厉害 我实际上是定期 我跟我相信在龙国 你们这些懂得 应该没有你为止我的手 那你有没有兴趣和我斗琴 你跟他比钢琴 和他打一架都比斗钢琴好 卡尔的钢琴水平真的很厉害的 方言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要让卡尔离远一点 又不得罪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对他进行打击 呀呀 你也一直只要跟我斗琴 你只认真的吗 只是玩一玩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算了 好吧 那我接受你的挑战 我还想哭哭你的钢琴水平左右度讲 呀呀 我要提醒你 我跟龙国和我上水平哭吧一样 先生 想买钢琴吗 我们这里的钢琴质量非常好 而且都是顶级材质 我们想试谈一下 这当然没有问题 欢迎试谈 作为东道主 卡尔先生你先请 呀呀 冷到你了 方爷 没有问题吧 实在不行 我可以装肚子疼 然后你抱着我跑路 开玩笑 我作为一名华夏人 一味拥有盐黄血脉 怎么能向漂亮国认输 这怎么可能 老师和日刚龙国的音乐视频 一直在我过吗 老师和日刚 我这龙国可以做 比较当东林里吗 老师 你多是屁股啊 这位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的钢琴不能这么试弹 没事没事 先生请不要介意 您如果喜欢弹的话 那就尽情弹走 我们店里的钢琴随便你弹 老板你 你疯了 他们在这里弹琴 给我们招揽了多少声音 这种时候让人走 你到底会不会做销手 可是老板 这台钢琴是老师钢琴 我担心受不了他们这样折腾啊 我都看到钢琴有点撑不住变热了 他什么 这可是钢琴 他就算再厉害 也不至于把我们的钢琴弹坏 等这一次结束了 我们的店生意就会更好了 你别说话 站在旁边看着就行 这首曲子叫野风飞舞 卡尔先生可要小心了 店长你看你看啊 我就说这架钢琴撑不住 你还不信我 抱歉 实在很抱歉先生 这个钢琴今天可能是感冒发烧了 我们现在马上给您换一排 您请不要介意 不打紧不打紧 我换台钢琴继续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那怎么行呢 胜负未分呢 卡尔都快哭了 这也叫胜负未分 这水平已经可以把他吊着打了 呀呀 我想问一问 你 你是什么 你是追你的钢琴干嘛 我只是龙国广大普通学子中的议员 不是什么钢琴家 钢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罢了 这叫野鱼 这句对子野鱼 老四屁股 老四屁股 龙国太酷朴了 无想为干 无想一叶为干 抱歉 文天王 让你们久等了 方言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梅雨军 是上个时代的四大天后之一 粉丝喜欢称起为梅姐 方言没有想到 文天王居然是打算介绍梅雨军给他认识 你好啊 方言同学 久仰大名 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梅姐说笑了 说起久仰大名 我对梅姐才是久仰了 那我可就说正式了 七月中旬 我的付出巡回演唱会缺少一个嘉宾 怎么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来当我嘉宾 方言一听 也反应过来了 这是文天王在提拔自己 实不相瞒 我爸现在需要一大笔医疗费 我可能要去赚点外快 方言 我先借你两百万 你可以等日后赚了钱再还 你看怎么样 两百万 看来他是看上了我的价值 如今我缺钱给父亲治病 另一方面 也缺少一个融入这个圈子的契机 机会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梅姐这两百万我要下了 不过我并不打算借 而是以一首歌买下来 方言 你说你打算写出一首价值两百万的歌 这可是国经音乐人的水平哦 对 我是认真的 给我三天时间 一定让梅姐满意 那我可就要期待一下了 现在方言同学 可是这首可热的新星啊 难怪藤说出不能成为自己的 就不可能相恋 这晚我认真听见 难怪藤说出不能成为自己的 怎么可能相恋 这晚我认真听见 而我爱你已经能成为自己的 总可能可能相恋 我可怕未可以遇见 首歌说是王者之虚也不为过啊 梅姐这首歌你看怎么样 值不值两百万 方言 你要把这首歌用两百万的价格卖给我 你没有再跟我开玩笑吧 难道不值吗 非也非也 在我看来 两百万是对这首歌的侮辱 我觉得这首歌无价 这样吧 方言 我不占你一个后辈的便宜 除了两百万之外 我另外再给你一个我演唱会嘉宾的名额 当然没有问题 第二天一条新鲜的热门话题出现了 天王周嘉宾驻战秦元 开启最强音乐大乱斗 之前不是有消息说 秦政秦天王准备驻战吗 怎么变成了周天王 好像是秦天王拒绝了 然后秦元找到了周天王 天王级别的歌手登场了 这一回苏家印还能走到局赛吗 是啊 每个天王至少有一首王者音乐人的歌 要是周天王唱王者音乐人的歌 那苏家印直接凉了 苏家印的驻战家宾 他是宝爷同学吧 差距太大了吧 这怎么比啊 周天王驻战 周嘉宾去年靠着一首王者音乐人写的歌 登顶天王宝座 尽管他的实力比不上秦政 文飞这种老牌天王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气的 吓我一跳 差点以为是周董了 既然不是周董 那就不许他了 没有想到这一次居然是周嘉宾下场了 我们大概有一点麻烦了 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方野同学你说呢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干他压的 秦政那家伙 居然拒绝了我 看来方野那边还是有点关系的 怎么 还跟方野有关 秦政是相将那个圈子的人 方野曾给文飞写过歌 所以秦政那边 也许是受到文飞的干扰了吧 看来这一次一起抵抗你的人可不少哦 我看 说不定你会输 不可能 周嘉宾虽然比不上秦政 但也是天王歌手 不是一个方野可以比你的 而且他手上还有王者之举 我想不到会输的可能 你总是那么的自信 小心翻车被打脸 方野同学请假了 是的 好像有什么急事 而且现在也联系不上他 哎 教授 名单马上要报上去了 方野同学这边还没报名 怎么办 不管了 先报刘轩的名字上去吧 方野同学就直接先报一下替补 到时候 我再去他家看看什么情况 克罗格 克罗格 那样的怪物 有人能击败吗 三天后 温海娱乐传出 星耀音乐人李重莲和李海文共同打造新歌的消息 卧槽 这一次温海娱乐下血本了啊 星耀音乐人写歌 方野这下真的有麻烦了 温海娱乐特么简直在作弊啊 方野同学哪里请得起转业音乐人 更别说星耀级别的了 这样拿下比意有意思 呵呵 这就是资本对普通人的打压是吗 反正不管方野同学赢或者输 我都支持他 他是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就是 输也输的光荣 某些人还真是好意思 还花钱请星耀音乐人写歌 真不要脸 出手不好怪谁 愿且也死实力的一部分 李师只会记住胜利者 李海文看着网友们在网上吵了起来 亲密一笑 顺手发了一条微博 七月间 希望某些人不要做缩头乌龟 方野看着李海文的微博 也没说什么 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海若足我 我变天海 山若足我 我变披山 方野的回应 新人之争 此刻已经完全拉开了帷幕 你说我们决赛还有机会吗 我只能保你过四强 最后的决赛是没有助战的 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情缘不但有周天王帮忙 还有一个王者音乐人写歌 呵呵 我爸为了阻止我 真的是煞费苦心了 等他老了 我非把他管子拔了不可 过头 牛逼 老实说 如果不是那首海阔天空给了我动力 我也许就妥协了 但我又好像是深海里的鱼 不管怎么游 看到的都是一片黑暗 不会被阳光照到 既然没有阳光 那就自己发光吧 王者音乐人又怎么样 天王又怎么样 什么他娘的精锐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四强对决即将开始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选手 苏家音组以及秦元组登场 真没有想到 你这身份 居然会愿意给这种小比赛写歌 平时想让你写一首歌 你可不会答应的这么爽快 我不喜欢千人人情 也只此一次罢了 看来那个方野 你似乎还非常重视啊 我好不容易才发现了方野这么一个好苗子 能不重视吗 所以你是来找我酸张吗 人啊 不经历一点挫折是不会成长的 这一字 就当是给他上一课吧 大家好 我是歌手秦元 今天 我跟周天王会为大家带来一首 由王维正老师编写的歌曲鸡飞 希望大家喜欢 卧槽666 这首歌好好听啊 听得我如痴如醉的 是啊 不愧是王维正老师的歌 真的 利益都不一样了 胜负一份了 前往假翁者音乐人的组合 果然无敌啊 只可惜了方野同学跟苏佳音 都走到了这一步 没办法 成王败寇 胜负已经很明了了 各位观众 各位歌迷 大家好 我是歌手苏佳音 这位是我的驻战歌手方野 接下来 我们要唱的歌曲叫做海底 请大家聆听 他说离情离情 有人欢迎回去 喜欢开风险险的心理 踩着实施的沙铃 你说任何对嘴 应该回答 你问我身边会去哪里 用你读着爱你 世界为何如此安静 宗爱最凉活的人 车车笑点 唱完鸡飞 我以为能胜券在握了 没想到 我们居然输了 如果没有方野 的确赢了 可惜 你好像遇到了一个妖孽一样的对手 让我意外的是 王维正老师居然会输给一个大学生 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来你的阻拦的确失败了 苏维山真的不敢相信 天王加上王者音乐人的组合 照例来说 应该是可以天衣无缝的 可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真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是那个变数 你可要记住你说过的话 现在说这话太早了 毕竟决赛可没有助展嘉宾 哈哈 没想到我居然也被打脸了 他居然赢了 这本质上还是放野同学 等王维正老师之鉴的对决 没想到 竟然是放野同学赢了 其实我比较喜欢海波天空 因为听起来真的很热血 只有经历过黑暗的人 才会懂得这首歌到底有多可贵 真的 我感觉到了霍广铺照 那应该就是九术吧 放野同学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 请问 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音乐的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有手就行 啊 放野的话语落下 主持人脸上的表情 微微凝过了一下 哈哈 不过还是低调一点好 老兄我送你一句话 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不气声叫年轻人吗 啊 我看他一副石胜人的样子 但是听他讲话 怎么就想揍他一顿呢 王维正看着电视机 顿时都有种血压飙升的感觉 老王啊 息怒息怒 放野这孩子年纪还小 不会说话 他这么说话 会得罪很多人的 我那首鸡飞 可是王者之渠 在他口中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有时间还是好好教育教育他吧 不会说话 就少说两句 看来是被打脸了 面子有些挂不住了 方野同学 你要离开了吗 你能留到决赛结束吗 决赛不能助战 我也相信加音能夺冠 所以我还留下来干嘛 我们节目组额外增加的一场演唱 我们希望你能在节目结束之际 再唱一次 作为比赛的结尾 抱歉 我没有兴趣 我们会为你支付演出的费用 没有兴趣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也想在这个舞台上 再现唱一首 毕竟这个舞台对我来说 也有特殊意义嘛 看来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那就麻烦方野同学了 没事没事 愿为节目组效劳 真没有想到 节目组居然会单独邀请你 这样的话 你又有更多站在舞台的机会了 我出去吹吹风 你好好准备吧 雨刚停 现在出去走的话 风声穿过骨头 很容易让人上瘾的 那是你得了风湿病 如果我赢了 也不知道我爸他会不会遵守约定 大家好 我是李文 今天我带来的歌曲 叫做《隐形的鸡翅膀》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每一次都在跨下云球中受伤 每一次就算是退场 大明夜嘹亮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中分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球场 你不打算看到他夺冠在走吗 不是跟你说的那样 他夺冠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吗 既然这样 我看不看又有什么意义 舞台的确是一个容易让我们这些人迷恋的地方 老实说 我真的有一点意外 你的决心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定很多 至于嘉音以后的路 我也不会再拦着他 有你在 我想他应该可以闯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堡 放心 就像炮菜国维护游戏的进度 永远也跟不上龙国的外挂升级进度 有我在 吻营 大家好 我是苏嘉音 今天我要唱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现在的王者之曲已经不是以前的王者之曲了 我只是沉迷在这王者称号里面罢了 我的鸡飞算什么王者之曲 那只是我们这群音乐人过落的安慰罢了 由于华语乐坛的倒退 导致了真正的好格越来越少 而乐坛这边为了维护颜面 所以降低了真正的天花板 方也正在慢慢地把这个天花板给捅破了 乐坛不用多久 恐怕就会迎来一场大剧变 让我们恭喜苏嘉音 成为我们本届音乐大乱斗的总冠军 你很强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并不认为你是输给我 而是输给苏嘉音 为什么 就算没有我的帮助 你也赢不了 刚刚在台上的时候 他的灵魂已经完全跟音乐结合了 那一刻的唱功估计天后也不过如此吧 他压抑得太久了 刚刚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你输得不愿 大家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还没有哦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 自从八强赛以来 我们音乐大乱斗 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歌手贯穿全场吧 他虽然不是参赛选手 但是却影响了整场比赛 此时 许多的观众都有些惊愕 纷纷再次看向舞台 没错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有幸请到了方野同学 为我们带来属于他的一场独唱 如果大家期待的话 请掌声欢迎 有人说每个人的命都是既定的 不过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些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情光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安静的房间里面 李海文正死死地盯着屏幕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七月榜单即将开启 不行 我绝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得做些什么了 他最终是会绽放的 好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倒是有点期待他的未来了 也许他真的会是 华语乐坛的一个奇迹 明明不是他的主场 却硬生生地唱成了他的主场 真应了那句老话 无狐哥不先见 唯狐哥可尝酥 某音乐选秀 真的要脸红了 把芳野赶走 最后惨淡收场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会不会后悔 哈哈 后悔没机会了 因为他们已经解散了 恭喜你啊芳野 这一次看来你已经成功走出了第一步了 周嘉宾跟王梅正的组合居然都被你打败了 老实说我真不敢相信 不过那几首歌真的很好听 这也许是我比较好运吧 不过现在也只是第一步 未来还有一段路需要走啊 音乐大乱都对于他而言 就是第一块跳板 一个进入娱乐圈的跳板 接下来你怎么想 我听阿飞说 你已经签约了钱老师的公司 是的 签了一年 不过签的是合作模式 那有没有想过 找一个真正的经纪公司 给你包装 最后出道 如果我想的话 我这里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靠谱的 签约经纪公司的话 艺人会得到包装 可以得到资源 只不过经纪公司会在艺人身上抽血 抽走很多很多 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自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然后慢慢发展吧 啊 方野 现在你的手上还没有任何的资源 人脉 如果自己开工作室 或者开公司的话 很有可能会亏得血本无归 我建议你先签个三年五年 积累资源人脉 然后再开公司 是啊 你梅姐说的对 资源人脉这些个东西 对你来说 真的很重要 资源人脉 不好意思啊 我是挂逼 嘎嘎乱杀 谢谢梅姐跟文天王的关心 这件事情上 我会慎重考虑的 在方野新歌发布后的第二天 下载量 应该冲到第一了吧 这怎么可能 方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登上龙国音乐网 齐悦新人榜第一名的歌曲 竟然是李海文的那首 卑微道柴 刷票 他不会真的敢做这种事情吧 卧槽 怎么回事 方野竟然没有拿下第一名 我也发现了 第一名那首歌什么情况 昨天晚上下载量有这么高吗 我明明记得昨天晚上下载量 不过六十万次 怎么会突然变成一百万次了 没理由 肯定没理由 那孙子的歌 昨天晚上才只有六十万的下载量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到了一百万 一定是刷的 这还用问 李海文那笋子肯定耍帮了 呵呵 让你得色 就凭你也配合我较量 李海文得意忘形之际 还不忘在微博艾特方野 这就是你的歌吗 呵呵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能拿第一呢 海若足你 你就要填海 山若足你 你就要披山 就这 就这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李海文微微一愣 看来父亲已经猜到了 我只是不想输给他 不过是一个方野 不过是让他赢一次 这很重要吗 这很重要 这至少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想输给他 我不想输给那个该死的穷鬼 你懂我的心情吗 你知道我昨天有多难受吗 我只是不想输 不想输而已啊 那你知不知道被查出来的后果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防范 不会被查出来的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们就是胆子太小了 不敢尝试 只要聪明一点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查出来 放心吧 他们查不到的 这一次是我赢了 怎么了 谁给你打电话 龙 龙国 音 音乐管官方 听到这话 李邦国脸色马上就变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可不认为官方会打电话来 恭喜李海文拿下第一 接了吧 该来的 你躲不掉 你好 请问是李海文先生吗 是 是我 李海文先生 我们后台检测到您的歌曲 下载数据异常 所以接下来麻烦您配合我们的调查 李邦国 李邦国很清楚 虽然官方目前还没有下定论 但结果多半是已经注定了 看着儿子这么的颓丧 李邦国叹了口气 你一开始就失去了冷静判断 你就是太着急了 这一次好好吸取教训吧 地方租金怎么样 一年算你八十万嘛 我们这是黄金地段 交通方便 而且比隔壁少了一百二十万 价格真心实惠 这么便宜 怎么隔壁那边就二百万了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别乱说我们这里就之前 有老板拖欠工资 被员工大窃八块七强了而已 过头留别 特么的好一点的就贵 便宜一点的都特么死过人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不看这边的办公大楼了 去看看其他地方 交通差一点就差一点吧 方言你好 你们两个是不是准备 搞一家娱乐公司 正在找地方 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秦欢 职业经纪人 刚刚在奶茶店那边 我听到了你们的讨论 所以跟了你们一路 经常帮助撬家人 伪行吃汗 刘龙你怎么看 估计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我不是骗子 我爸是秦一昌 听过没 就是我们月省的房产大亨秦一昌啊 我只是想 如果你们开一家工作室的话 能不能请我当经纪人而已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昌盛地产随便哪间办公室 我都能做主免掉你们所有的租金 哥们 不是我说 如果你想找女明星的话 以你爸的资产跟影响力 那都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 何必要找上我们呢 况且我们这里也没有女明星 你在扯什么呢 我只是对经纪人比较感兴趣而已 我只是想挑战一下娱乐圈的潜规则而已 挑战一下自己软肋 你又在这胡闹 这是秦一昌 之前在电视上看过他 我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你怎么就老喜欢阻止我呢 我阻止你了 看看你当经纪人的这几年 有时殴打客户 有时掌柜导演 还跟领导吵架 猴素都摆在我办公桌上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混下去吗 这个秦桓居然这么忙 要是真找他当经纪人 那岂不是上天了 我勿打客户 那是因为他对我的艺人动手动脚 我掌柜导演 那是因为他强行让我的艺人拍床戏 还有那领导 天天就盯着我的艺人 来大姨妈了也不放过 这些都是什么特么满意 这就是娱乐圈的规则 整个圈子都是这样 既然你要进这个圈子 那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今天跟定方演了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招聘秦桓 做我们公司的经纪人 请给我一些时间证明 方演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这儿子可被圈内的 许多娱乐公司拉黑了 我愿意一试 如果真的能跟你说的一样 这孩子能变得稳重一点 那么这一栋大楼 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心意 这一点点心意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方演同学 你现在有空吗 不好意思 我有苏家音了 想什么呢 我是想说 有一家公司的经纪人 想要见你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大概就是想牵你了 那就去看看吧 方演同学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育龙娱乐的经纪人 郭仲达先生 方演同学你好 久违大明了 你最近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们也看在眼里 老实说 我对你的评论就两个字 惊艳 谢谢仲达先生的夸奖 我听老师说 你是打算牵下我 是的 这一次我也带上了 我最大的诚意 首先合同 我们公司愿意给出 五五分成的合同 另外我们还会给你 推出流量包装计划 争取在两年之内 把你打造成一名当红的流量小生 仲达先生 你们提出来的条件 的确很诱人 老实说 如果你们早几天来找我的话 我说不定真心动了 方演同学 你的意思 你已经签约公司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所以很抱歉 哦 方演同学 我知道你现在年轻气盛 可是 娱乐圈真的不这么好混的 而且你们也缺少很多东西 仲达先生 说得到的确有道理 我们的工作室 的确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才行啊 冒昧问一句 不知道郭先生 有没有培养过真正的超级巨星呢 现在的环境是很难诞生巨星了 流量未亡的时代 谁会在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呢 那仲达先生 要不要再拼一拼 啊 反客为主 两极反转 顶级老力 我来欠你 你倒想反欠我 我看还是算了吧 老了 没有你们年轻人 这种雄心壮志 跟这个时代较量较量 最后都得向这个时代低头 大局如此 何必逞强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是时代的引领者 那我今日便给仲达先生献上一曲吧 将来顶峰相见之时 我们再来唱谈 昏天又暗地 忍不住的流星 躺丢上被冷藏 一颗死心 苦苦的醉寻 茫然失去 可爱的可恨的可惜 梦中的梦中 梦中人的梦中 空一道被摧散 黄石风 空空的天空 拥不下笑容 伤身的伤人的太伤心 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 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 回忍天呀 忘断了天呀 拥得了天下水拨打 回忍的种种 回忍去的种种 回忍了悲悲 回忍情深 恨意无可忍 恨不得别人 海人的梦中人 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 走也发流也发错了吗 直到很多年以后 他们再次相遇 想起这一次谈话 郭仲达后悔不已 因为他直接错过了一颗 时代之星的崛起 雷米诺导师 您来了 克罗格的导师 也是国际知名钢琴家 雷米诺克伦 克罗格 你的钢琴进步了非常多 也许很快就可以参加 国际钢琴家考核了 克罗格漂亮国所有高校年轻一辈里面最优秀的学生 是的 这一次我必将竭尽全力 不过在这之前 我想你去参加一场比赛 什么比赛 在龙国举办的国际高校钢琴大赛 就在两个星期之后 在龙国的龙都举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过去一趟吧 哦 高校钢琴大赛 那种比赛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浪费时间了吧 让卡尔过去就差不多了 之前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 理查尔那家伙给我发了另外的消息 说龙国出现了一位钢琴天才 非常轻易地将把卡尔给击败了 为了防止龙国拿到第一 所以理查尔希望你能出手 击败了卡尔的天才 是的 他的名字叫做爷爷 爷爷 有意思 龙国这种音乐荒地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天才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去走一趟吧 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李海文被龙国音乐网封杀 这个消息飞快地冲上了微博热搜 呵呵 果然李海文是刷榜的 之前的那些小黑子们 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 都哑巴了吗 恭喜李海人突破九十几 成为封号斗罗 让一个人毁灭之前 必须显让其膨胀 没错 说的就是你李海文 一群键盘侠 跟风黑的眼红狗而已 克罗格他还是来了 克罗格真的来了 那我们岂不是冲前三的机会都没了 方野人呢 他的心并不在钢琴上 目前好像已经离开了乐省 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没办法指望他了 算了 这样也没有办法 只有希望刘轩汤能够好好加油了 最后如果还是赢不了 那也没辙了 尽力了就行吧 对了我听圈内人说 卡尔好像真的败给了一个叫爷爷的人 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 据他所说 这个爷爷是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大的人 别开玩笑了 什么爷爷 分明就是爷爷 分明就是忽悠人的 寻人启示 早段时间 米国钢琴天才卡尔 败在了一位叫爷爷的龙国年轻人手上 请问有人认识这个叫爷爷的年轻人吗 希望能在比赛前找到他吧 能击败卡尔的男人 一定很强吧 这位是王云芬 湘江传奇经纪人 不过王杰已经退圈五六年了 阿飞 我知道你想让我出山做方野的经纪人 但我上了年纪 现在 我只想好好的陪陪女儿 文飞略显尴尬 别忙转移话题 对 子凌好像没有见到他呀 文叔叔 你怎么来了 你旁边这位帅哥是 你好 我叫方野 你就是传说中的方野同学 你唱的歌真的好听 那首父亲让我想起了我爸爸 抱歉 这首歌让你想起了伤心事 请节哀 没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爸今天晚上跟剧组去吃山珍海味 还不肯带我去 好伤心哦 不好 好牛逼 社交牛逼症果然恐怖如斯 我要练琴了 你们介意吗 那就谈谈吧 你是龙音的音乐生 人称龙音音乐公主 钢琴水平在你们同龄人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我也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这么厉害 那我得听一听了 方野同学 你感觉这个曲子怎么样 这首曲子 老实说 虽然听着不错 但是还是有几分地方有问题的 你升降掉的时候跨度太大了 也就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 你居然懂钢琴 懂一点点 我这里也有一首曲子 我可以弹奏一次给你听听 曲风应该跟你差不多 你可以好好感受感受 方野你弹得好棒 我可以拜你为师吗 不行不行 那可不行 我没有收徒弟的打算 而且我不是学钢琴的 钢琴只是我的业余兴趣 抱歉抱歉 其实钢琴我研究了很久的 虽然我家里穷买不起钢琴 但是我每天刻余时间 都会跑到钢琴室 去摸一摸钢琴 但还达不到教书育人的水平 可是我从小到大 每天都在摸钢琴啊 哇 我果然是一个废物 这下你应该明白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吧 你还是回去好好练习吧 慢慢风吹风吹 这沙满满水 走走心中 往往 他们一等 遇到哪里 已经脏迈脏了 赵导 你看这首主题曲怎么样 赵振中 王云芬的老公 一与节目组的投资方意见不合 发声争执 最后投资方撤资走人 无奈寻求方野帮助 非常完美 当主题曲一润色 我就知道这部剧已经成功一半了 还有就是 我觉得你这部武侠剧 乔风大侠 这个剧名不太妥当 应该改为乔峰的音响 你学会了降龙十八掌 但这首音响你未必会唱 乔大侠为何不会败 就是因为他帽子下的音响 林教授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来了一个映画国人 在学校广场这边 他公开挑战我们所有音乐系的学生 目前我们已经连麦几阵了 真是奇耻大如 马上通知我向那几个尖子升过去迎战 那几个尖子升 昨天就集体歪处学习了 那就把赵子凌喊过来 难道龙国著名音乐学府的学生 水平就这样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太失望了 你们龙国根本就没有资格 参加国际高校比赛 应该把名额让给我们 樱花国才对 这小日子也太猖狂了吧 只是祭拜我们几个学生而已 就敢这么拽了 苍本景空 樱花国音乐高校的学生 他的钢琴水平也是顶尖的 还有人要挑战我苍本君吗 还是说你们龙国 已经没有厉害一点的人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去龙野 他这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啊 林教授 让我去应战吧 不行 他既然敢来 肯定是知道我像尖子升 集体外出学习了 所以才敢来踢校 你赢了还好说 可是输了 会给我们龙国高校的士气 带来非常严重的打击 林教授 我知道有一个人或许可以迎战 是谁 他叫方野 网上那个方野同学 他在我们学校里面 不在 但是他来我们龙多了 而且我现在也能联系到他 那可以一试 怎么了 难道你们龙国的学生都这么没骨气吗 都是废物吗 如果你们承认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 一个小小的樱花国就敢在龙国大放厥词 今日我方也奉回到底 除了卡尔和刘轩这些人 还没有人面对我能有这样的自信 既然这样 那么我也不会客气了 哈哈 连歌都是模仿我们龙国的 你们小日子果然没有一点格调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童话 我会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世界局 一起写 我们的铁局 怎么样 小日子 要不要爷爷我再跟你谈一次 仓本景空的脸色阴沉无比 他借着龙音尖子声外出学习之际 来打击一下龙音学生的士气 没想到这里还藏着一尊大神 不用了 我输了 在此之前 我想知道你是谁 我在樱花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这样的强者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过路人 来看热闹的 不知道被谁推了出来 也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虽你没听过我是很正常的 好了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那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的日文名叫波多野藤英 难道它和我樱花国的结义有关系 你怎么跟上来了 我刚刚看波多野老师你在广场弹琴 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不见了 追了你老半天 卧槽 这名字是我和那小日子吹嘘的 你不可当真啊 我觉得波多野藤英这个日文名挺酷的嘛 为什么老师不喜欢呢 有话说有批方赶紧的 你现在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一些神秘的东西 这有些不太好吧 没事的你来了就懂了 我不去 我怕你嘎我腰子 明晚就是我们学校和龙翼的毕业生联合晚会 我代表林教授来邀你 希望你能在开幕式现唱一曲 不好意思 我忙得很 没空做你们的嘉宾 有长的 妥了 小爷我接下了 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 先为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带来第一场祝福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方野同学登台 我去 居然是方野同学 他居然也来了 而且还是特别嘉宾 他好像才搭散吧 方野一首歌不唱第二遍 我猜这次是新歌 意外惊喜 我超喜欢他的歌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并且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深处就能碰到天 用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黑一颗都精彩完蛋 I do believe 我的天 还好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同台竞争 不然的话 我感觉我都要凉了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没首歌度这么好听的吗 我们也要努力 相信未来不是梦 是啊 现在吃苦 以后开路 现在去当包安 也能稍走四十年的碗路 谢谢大家 这首歌送给所有毕业生 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的人 请相信 只要努力 我们的未来都不会是梦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主场了 大家加油 林教授 这方野同学 我们能招吗 招方野同学 对对 我也想招 如果方野同学愿意来 其他人我都可以放弃 我也可以放弃 只要能招到方野同学 李豪他们也好 韩丹他们也好 你们自己分吧 我一个都可以不选择 非常感谢大家 对这一场晚会的关注 现在我宣布 今晚的大型面试晚会正式结束 接下来 再让我们有请方野同学 为我们毕业生们献上歌曲 我嘞 那个屑 怎么又是方野同学 开头跟结束都被他一个人承报了吗 惊喜 绝对的惊喜 还好我没有走 原来晚会的高潮是在开头和结尾 没错 还是我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是送给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前程 当你闭上行脑 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流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 用力地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 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 深深地祝福你 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生活 方野同学 我是多力娱乐的经纪人 你知道我们多力娱乐吗 目前圈内最火的明星赵帆 就是我们公司的 你愿意签约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最好的待遇 三大巨头公司的经纪人 直接就争了起来 这些家伙疯了吗 我不是说了没机会吗 各位 我说过 方野同学并不在你们的选择范围之中 因为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公司 他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艺人工作室 而今天 方野同学在这里也是为了寻找艺人 所以 就是这么一回事 几位 我们其实还是见证对手 一个学生就敢开工作室 胆子可真大 还没毕业就开工作室 你以为这样能招到人吗 你有足够的资金吗 一点都不现实 从零开始 你觉得有人愿意跟你走吧 方野 你说会有人选择我们工作室吗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其实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毕竟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工作室 天天听着老板煲鸡汤 很难有人选的 方野同学的工作室 给我发出邀请了耶 我这边也是 哈哈 我的确佩服他的才华 但是去他工作室 还是算了吧 有没有可能 如果去了 真的可以变成皇朝元老 那你去呗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倒闭了你 我来 同学你好 你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 很抱歉 我不是来签约的 因为没有公司看中我 只有你们工作室 所以我是来跟你们说一声谢谢的 谢谢你们选择了我 让我不至于太尴尬 不过我果然不适合在娱乐圈混啊 你是故意找茶是不是 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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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圈热点不断 天王文飞演唱会 这个话题很快就出现在微博热门上了 天王文飞将于两天之后的9月13号 在龙都体育馆举行付出演唱会 据其意 梅雨军以及方野将会成为龙都演唱会的第一场嘉宾 666终于等到了文天王演唱会了 圆梦了 从小就喜欢文天王 这是第一次买演唱会门票 为青春买单 票已经买好了 还有没天后当嘉宾 好幸福啊 仿爷居然也是嘉宾 文天王果然还是那么喜欢提拔猴辈啊 方野我听阿飞说 你这一次又准备了新歌吗 是的 上次在龙音晚会和三大娱乐公司发生了点不愉快 今天正好借文天王的演唱会做一次回应 方野 其实你不一定每一次唱歌都唱新歌的 毕竟你现在是被人称为天才音乐人的 如果你的新歌不尽人意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说什么江郎才尽之类的话 我当然清楚啊 就好比如一个考试经常考满分的人 突然有一次考了一个99分 马上就会被指责为什么不是满分 你就不用担心这小子了 他的新歌我听了 很不错 这样吗 那我也可以期待期待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居然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完全离开这个圈子了 但是我发现 我还是舍不得大家 苛苛 当然 还因为得给孩子赚一点点奶粉钱 接下来 将是我们三人的合唱 然后就是方野一人独唱新歌 自从签约方野工作室以来 不过一个月时间 就数不清他搞出了多少新歌 难道你就没有极限 极限 其实我是有极限的 一般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嗯 能与波限我 顶顶分飞 只能个温波头 让你勇气 都算我太穷 笑话不及 今儿交出真正 那是个美 最近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这首歌 也算是我对所有人的一个回应吧 一首倔强送给大家 我举双手 贴对 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不难以绝望 我和我 骄傲的倔强 躲着风 一通大声的唱 这一句 为自己疯狂 这一句 我恨我的倔强 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别人笑我 那又怎么样 我只想走自己的路 方野 演唱会还顺利吗 还行吧 只是多唱了三首歌而已 原来不是要唱两首吗 怎么变成五首了 还不是多力娱乐那些孙子 请了不少水军去演唱会起后 方野没办法 最后连唱了五首歌 说到底 我们的工作室规模太小了 多力娱乐现在只是在背地里面恶心恶心而已 一旦真正翻脸的话 多力娱乐就不会这么搞小动作了 而是直接放大招了 你先去看看 最近多力娱乐手上有什么大单子 然后我去截胡他 哼 他居然一下子写出这么多歌了 王山海 多力娱乐的经纪人 本来要签约谈好的周颖和邯丹 可后来因为方野的出现 使得这两人都去了方野工作室 所以他才会想着不断地给方野工作室下半子 小娃 北纬游戏公司的合作就由你去负责 好的刘总 我保证利益最大化 方野 我找到和多力娱乐合作的公司了 就是这个叫北纬游戏公司的 北纬游戏公司 我记得好像是国内一个比较有名的游戏公司吧 是的 北纬游戏公司出的大多数网游 手游 基本都是多力娱乐的音乐人 可以说 多力娱乐在北纬游戏公司这边的单子利润 占了他们音乐板块利润的10%左右吧 哦 那就敲定北纬游戏吧 直接开挖墙角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下手 北纬游戏的副经理林卡 现在他正在跟王龙争夺总经理的位置 而王龙已经联系了多力娱乐 我们只有从林卡身上寻求突破 看来我只能用小鲤鱼的账号去做这件事了 毕竟现在还不能让工作室和多力娱乐起面面冲突 林副总啊 你怎么还在这里闲着呢 我音乐人都已经找好了 再这样下去 你可就要输了 王龙 北纬公司企划部总经理调任后 公司总部空降企划部的副总经理 干死 我为公司奋斗了这么多年 原本总经理位置就该是我的 没向这个家伙直接空降过来 呵呵 别以为你找到多力娱乐就赢定了 入死谁手还不一定 希望提销歌曲的那一天 你还能这么硬气 林卡先生 我们是方野工作室的 这一次是来跟你谈一谈合作的 塔方联盟的音乐 我们打算承包了 哦 塔方联盟 这个项目已经被我们的王经理给拿走了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这价格方面也许就需要下降了 呵呵 手握主动权 一上来就先砍价 不愧是职场中的老狐狸 林先生 我们这边随时都可以合作 但你可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你和王经理那点事 我们都调查清楚了 现在何必跟我们耍小心机呢 我们的价格 依然是市场价格 原谅我刚才的失礼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头 要接下这个单子 就意味着 你要面对多力娱乐的王者音乐人了 当然 没做好的话 我们也不会联系你了 不过我们要签一个保密协议 这一次表面上合作的人是小鲤鱼 没问题 我的要求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卧槽 千万级别的单子 小鲤鱼真的感激啊 他的对手是王者音乐人 唐鼠龙嘛 我去 虎口多时 龙争鱼肚啊 这一次 没准小鲤鱼直接渔越龙门呢 可能性不大 再蒙的喜认 要面对一个老师傅 也容易反扯呀 年轻人不讲武德 小鲤鱼 这就是林卡找到的人吗 哈哈 笑死我了 他这是在鸡不择食了吗 唐老师 你怎么看 我站着看 真有意思 我再不动一动的话 估计都要被人遗忘了 说完 唐鼠龙还是觉得不过瘾 拿起手机发了一条微博 年轻人 好自为之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 年轻人不讲武德 偷袭65岁的老同志 看看 这就叫格局 一个处处茅庐的新人 为了热度 连都不要了 希望他不会绝望到 从此放弃音乐吧 七天后 多力娱乐发布重磅消息 王者音乐人 唐鼠龙先生 联合天王苏韶 打造新歌昆战 将于今晚九点在龙国音乐网震撼发布 敬请期待 这次多力娱乐直接天王组合 应该不只是为了一千万这么简单 而是想要杀驴立威 方夜工作室 你们可别让我失望了 咱们爱困爱困爱困来耶 哥哥要狂野 闯荡宇宙白平黑子 爱困爱困狂野 哥哥要发泄 战斗是我们结枪起点 我要操控我的数字 张扬我的理智 看着球场正在眼 这球场千百热血爱困 一路向前飞驰 还为这个的勇士 白平在一圈 另一边 林卡反复听着 由天王组合的新歌昆战 一时间 她的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升上总经理了吗 哎呀 这不是林副总吗 怎么了 林副总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别有精神的样子啊 王王那笑容充满了讽刺 王副总有什么指教 指教不敢当 只是想来给林副总你通知一下 我要的歌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可就要看你的了 大家都在看着呢 不劳费心 呵呵 祝你好运 看着小鲤鱼发来的消息 林卡抱着死马当火马爷的心理打开了歌曲 小鲤鱼真乱神业 得小鲤鱼者的娱乐圈 歌曲已经准备好了 小子不才 特来挑战65岁的老同志 艾特音乐人唐书龙 唐书龙看着方野艾特自己的消息 其实勇于挑战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只有看清楚自己的实力 往更高一层发起挑战 才能越走越高 也不会因为失败而沮丧 年轻人 好好加油 我等着你的挑战 机会还有很多 哎 小鲤鱼 怎么样了 塔坊联盟宣传的主题曲准备好了吗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董总 你可以随时听一听 行了 你这个我已经听过了 的确是非常非常优秀 不过我问的是林卡 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如果你不行的话 就提前说一声 我这边也不会勉强你 放弃就是了 天王组合的歌曲 老实说 我真的一点都不看好那个小鲤鱼 你还是放弃算了吧 免得大家闹个不愉快 我知道你能直接空降很厉害 但柏拉图也曾经说过 人生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练习 但是人类何尝因为注定有死亡 而放弃过奋斗 我们开始吧 爱你不生在晚场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寂寞最晚 不肯苦一场 爱你来自于漫长 你生不解释了光 你将造你的城堂 在被虚子上 牵马 牵马 你最卑微的梦 牵马 牵马 你最独高的梦 是那黑夜中的屋檐 谁头站在光丽的才算英雄